時間到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悟心 今天我們又來挑戰吃辣啦 上一次我們挑戰吃的是鬼礁 不過似乎有少部分觀眾對於鬼礁有所誤解 所以我今天在這邊簡單說明一下 我吃的上次吃的鬼礁叫做印度鬼礁 又叫做段文礁 那有人以為我吃的是魔鬼椒 不過鬼椒跟魔鬼椒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辣椒 兩個辣度差很多 那這種詳細素質的話各位可以自己查維基百科 所以就不多說了 那我們今天要吃的是什麽呢? 就是我非常喜歡吃泡麵 所以我就先挑選,先吃吃看這個辣泡麵 這個是什麽呢? 這個是韓國的Super Junior Habanero Ramen 各位看這上面有寫 Habanero Ramen 這個是什麽意思呢? 叫做Hawana辣椒拉麵 聽說很辣,吃起來都只有辣的感覺 不曉得究竟會不會有其他的味道 而且它還很細心地在後面標示出它這個究竟有多辣 它這邊寫說一般的普通辣椒的辣度可能是4000到1萬 那我們這一包泡麵採用的Hawana辣椒呢 辣度可以達到10萬到35萬 差了好幾倍啊 所以究竟有沒有這麽辣也不知道 總而言之呢,就是感覺是很辣的泡麵 那聽說它在2015年的評比是當年度世界上最辣的泡麵 這個超難買的 就因為沒有直接購買的管道 所以都必須要透過那個網拍代扣拉 所以我就買了一兩包來試看看 然後那網拍還直接用這個外包裝來當作那個電料包裝箱子 所以外包裝長這樣子 那其實它這個包裝有,這是新包裝 它之前的舊包裝的話好像是有一個小人在這邊 然後看哲拉麵的吐火 所以說這個是新包裝 好啦,所以說我們就來試吃看看吧 好的,時間很緊迫啊 那這個雖然泡麵的話它看起來麵條蠻粗的 不過泡麵不等人啊,真的不能泡太久 可是單從這樣子看的話感覺還好啊 聞一聞,感覺還好啊 所以現在先吃一口麵 好燙哦 因為我泡不只是泡,我還要拿去瓦斯爐上面煮 因為我喜歡吃熱一點的 然後吃一口麵之後 有FU 再喝一口湯 其實泡麵嘛,它這種是辣椒粉 也就是所謂的加工食品 已經算加工食品 我個人覺得像上一次吃鬼椒 它是一種天然辣椒 那天然辣椒的話是後勁比較強 可是不會有馬上反應 那像這種 已經加工過的就是直接辣椒粉啊 辣椒醬這種的 通常都是吃下去之後馬上就會有反應 我先吃火鍋 它很小 它很甜 不吃火鍋 很甜 我覺得還好啊 我本來以為還可以再更辣一點 奇怪 這真的是第一辣泡麵嗎 也許我應該要嘗試看看第二名辣的 就是那個乾麵 辣乾麵 因為它那個乾的吃起來可能會有另外一種感覺 那就是當作吃飯實況吧 因為它其實沒有說很辣 我們來看影片 覺得不夠辣嗎 沒關係 不是這個辣椒 這是上一次我們不是吃鬼椒挑戰嗎 我買了好大A包的鬼椒乾 後來我們家裡有人就把它做成辣椒油 有沒有 裡面一堆的鬼椒泡成辣椒油 瞬間把哈瓦娜風味改成鬼椒風味 不過泡麵已經撕掉一半了 所以也不要加太多 不然都是油 吃完了啦 完食 要說有感覺是有啦 但是真不算到很辣 跟上次的鬼椒挑戰差很遠 但是吃鬼椒完之後 我這個手整個麻掉 然後橫隔膜都還在抽 這瓜還好 頂多就是麵很燙 好啦那今天簡單的 吃飯實況就到這邊結束了 這不能叫挑戰 這完全不能叫挑戰 下一次有機會再來吃吃看 另外一個乾麵類型的 就是第二辣的 那今天要到這邊結束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很期待下一次挑戰再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